祝大家身體健康 記得要謹慎一點 多謝醫護的付出 還有作為球員的我們 比賽未完當然不會放棄 記住8月1日星期六深夜12時 即8月2日星期日凌晨12時 就是專屬直播的時間 今次是什麼日子 祝總盃決賽 車路士對阿仙奴 到時見大家 拿到正選陣容你的預測 Youtube的所有會員 和Patreon的有合資格會員 都一定可以參加到 今次的專屬直播 到時見 繼續講英超殺科戰的蔡宥平 車路士主場對狼隊 上半場其實 車路士不像可以領先 但直到差不多完 上半場之前就拉開了 記錄 能夠出現這麼特別的情節 因為這次跟雙方的戰術有非常大的關係 而且是特別的戰術 車路士這個又新又特別的戰術 要去到差不多完上半場的時候 才有少少效果 而狼隊的特別針對性部署 突然之間又在差不多完上半場的時候出事 兩件事突然之間撞在一起 就形成車路士在臨完上半場之前 突然之間拉開紀錄 我這麼快說了結論出來 大家應該聽不明白 所以我現在就要慢慢說 首先我們看看車路士的正選陣容 會知道今天車路士的運轉力一定不會很好 事關繼續欠缺輪緩 基本上就只是換了守門員 以及一個進攻點的位置 卡巴華奴取代機拍手籠 以及配連石取代韋利安 其他球員都是踢完足重盃四強的正選 再踢利物浦的正選 來到今天的殺科戰繼續正選 相反了 狼隊的休息時間比較多 所以狼隊的確是可以用運轉力去牽制著級數較高的車路士 狼隊球員的奔跑速度 在上半場接近可以瓦解車路士所有的反擊或快攻 方法就是每次都是先圍著 最快的配連石 狼隊當然就是看中了車路士的體能有問題 所以今天並不是採取收縮的方法 而是會壓迫 相當合理 上半場比賽品種介乎於來回高速球和中型假對攻之間 狼隊的射門次數也一度多過車路士 幸好車路士也有個球員叫高華錫出了飲耐力 非常努力去制衡 再加上車路士也用了比較適合打這種比賽品種的三中堅結構去迎戰 所以後防線還是頂得順 狼隊用體能去彌補級數的差距 而車路士用級數去彌補體能的差距 半場零比零其實都合理 但車路士突然之間拉開到的紀錄 額外有因素 大家可以先理解一下狼隊為何用343而不是352 原因是他們想用三個進攻點去拉闊今天的進攻面 目的是針對在邊線的車路士左後位 馬高斯阿朗素 針對馬高斯阿朗素的想法是合理的 馬高斯阿朗素的速度當然緩慢 那麼狼隊也希望用泥土去做這份工作 我們也可以看到狼隊是故意三番四次由後場 直接大腳斬到馬高斯阿朗素的那一點來進行針對性部署 有時都會看到有效果是真的落到右邊的底線 但這種針對性部署突然之間去到差不多完上半場的時候 糟糕了 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呢 就是當時已經接近48分鐘 即是說過多一分鐘就會吹完上半場的雞 狼隊在後場有個佛球 而且車路士也沒有什麼高位壓迫的慾望 如果狼隊選擇今次在後場拆掉他 就可以完結上半場 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但是今次的隊長高亞迪負責開這個佛球 但是有點心急 沒有留意到差不多會完上半場 繼續大腳斬到馬高斯阿朗素那裡 想著繼續針對 那就糟糕了 除了因為心急用高球打上去容易了失控球權之外 被車路士打反擊 亦都是因為被車路士看通了狼隊這種整個上半場不停做的針對性部署 今次就是魯迪加這個車路士的中堅球員 故意衝過去幫欠缺對抗性的馬高斯阿朗素去刑頂這個頭鎚 所以頂贏了尼圖 這樣就有機會打反擊 雖然我都說過狼隊是接近整個上半場都能夠瓦解車路士的反擊 但是真是瓦解不到今次 就是這一次出了事 這樣都沒辦法 因為差不多完上半場了 狼隊當時的體能都會有些問題 所以今次偶發性的事件一出現 他們就沒那麼有這個速度去追回來 今次就停不了佩連石 亦都給了太過多的空位給蒙特 可以送直線給銀河唯一基奧特 亦都見到基奧特其實差不多不夠快 但最後都給他可以快腳 睡下去就搞定了 不過這一球球其實是車路士的第二個入球 我還沒說就是車路士打開紀錄的第一個入球 原因就是第一個入球的邏輯更加複雜 大家首先要明白第二個入球的邏輯形成方法 才可以明白第一個入球的邏輯 所以我用了這種倒序的方法去演繹 大家已經知道 狼隊想用針對性部署去對馬高斯亞朗素 而舊了東西 正正就是車路士有對應方法 找到迪加很靠近馬高斯亞朗素 來隨時去幫他 變成今天車路士 就真的有三中堅結構的需要 林柏特的正選結構就是正確的 在防守的層面上看 如果長期用馬高斯亞朗素打左閘 就真的長期需要用三中堅結構 去找個中堅和他兜底 除非買到捷維爾去取代馬高斯亞朗素 但是現在捷維爾價錢太貴 林柏特都需要想另一個方案 加上除了馬高斯亞朗素 需要中堅幫他鬥 之外 車路士的中堅吸數不足 面對明賣明賣斬高波是弱點 都需要多排中堅填補禁區裡的位置 長期三中堅去防守可能是車路士的出路 但是三中堅結構面對密集的話 當然就不夠進攻火力 林柏特也知道這個問題 所以他今天是想嘗試去解決他 方法就是如果面對密集的話 由後場猜球開始 就要立刻把整個結構變回四個後圍 是要立刻放在三中堅結構 你可以今天很清楚看到 當狼隊一收縮 車路士在中線附近的後防線猜球 就立刻轉四個人 隊長艾斯帕麗古達很明顯是立刻變回右閘位 是拉邊的 變成可以推本來打右後圍的詹斯上去打進攻點位置 由三個進攻點變成四個進攻點 由3-4-3變成4-2-3-1 以往艾斯帕麗古達在三中堅結構當中 都會上下去幫忙 但是就不會像今天這樣 後場猜球的時候這麼清楚 這麼清晰 真的變成一個右後圍 而很明顯是將詹斯推到很前 其實阿仕奴那一邊 亦都是因為有防守的問題 而去轉玩三中堅結構防守 但是只是防守那一邊是這樣 控球再舉的時候 阿仕奴會立刻變成四個後圍 推這個泰亞尼上去扮進攻點 足以證明了一點 就是今年的英超教練普遍都終於開始 知道有三中堅無法主攻的問題 亦都普遍開始就是嘗試今年去解決我三年前所指出的這個三中堅無法主攻的問題 各方法就很清楚了 進攻的時候就不要再用三中堅結構 變四個後圍的是架構 他們終於都知道了 面對密集後場猜球的時候 不可以三個中堅在後面站 一定要四個人才猜到 同一時間 推一個後防線的球員上去扮進攻點 前邊才夠進攻火力去破密集 無獨有偶都是車路士和阿仕奴兩隊 想到這種變形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原因就是其實他們兩支球隊都曾經長期用過三中堅結構 而面對密集的時候受到很大的教訓 所以他們能夠反省的機會比較大 車路士也可以善用艾斯帕賴古達這個這麼全面的防守球員 防守的時候可以當中堅洗 進攻的時候可以當右後衛洗 也解釋了為什麼 就是今天林帕特會選擇用蒙特 而不是奧道爾或者帕道打正選 原因就是蒙特可以有一個變形的能力進去中路打進攻中場 這個或者就是車路士下一季新戰術的預告 講到這裡大家又或者開始會明白 為什麼車路士最近傳這個收購利華古遜夏威迪斯傳得這麼鬼行 這麼想買他 這個新戰術就是防守的時候3-4-3 進攻的時候變4-2-3-1或者4-3-3 所以右邊的進攻點防守的時候就是打右邊 但是進攻的時候是需要入中間做主角 夏威迪斯就正正可以執行這一種戰術 我估計林帕特向董事局報告新戰術的計劃書的時候 同一時間就是要求收購夏威迪斯去執行這一套 開始全車路士有興趣收購夏威迪斯的時間4月份左右 簡易就是林帕特4月份左右就想到這一套新的變形方法 不過我也想問一個問題 那就是施耶治又怎樣呢? 其實施耶治都可以執行夏威迪斯的工作 只不過施耶治的主角功能是沒有夏威迪斯這麼正宗的 所以其實有施耶治或者已經可以行這一套戰術的 反而我是擔心 詹斯這個球員是不是真的夠級數去執行這一種變形系統呢? 左右後衛的變形系統有很多種 曼城的超級主攻那種進攻的時候 左右閘就進入中間扮防守中場的連結 而施耶治和阿仙奴那種 就是進攻的時候 左右後衛是另一個就衝上去扮進攻點 其實想都想到 就是施耶治和阿仙奴那種的變形 要求更加高,難度更加高 因為你左右後衛進來中間扮防守中場 都是做連結的功夫 但是如果你衝上去做進攻點的話 你是需要有進攻球員的技術 有進攻球員的多項進攻板斧 所以呢 作為一個後防球員 你要突然之間變進攻點 是很難的 世間上很少這種全面的邊線球員 又可以假裝左右閘 又可以假裝左右進攻點 暫時我只是想到 前皇馬球員 上季效力 多蒙特 下一季準備加盟國際米蘭的艾舒拉夫 這麼巧 球季暫停的期間 我曾經在轉會評論的時候 建議過車路士收購艾舒拉夫 可惜了 現在被國際米蘭搶走了 不知道車路士還有沒有辦法應對這個位置呢 暫時這樣看 占士真的未夠實力 所以車路士今天的變形系統效果不明顯 而去到差不多完上半場的時候才有少少效果 當時魯迪加斬高波上去的時候 占士已經去到很前 去到對方的後防線果樹了 完全不是一個Wingback的位置 是進攻點的位置 的確變了型 這次斬高波上去是拿得不錯的 但是最終傳中波就一般 而且這次是直接斬高波上去 越過了中場的組織 所以還未看到 就是占士可以怎樣跟隊友去合作 破密集 這下只不過是屬於盡快完結攻勢 最終只能夠搏倒角球 角球斬入混亂當中 繼而變成禁區頂的佛波 蒙特用超美的佛球去打開紀錄 要讚蒙特這下很有巴爾佛球影子 下半季來說 他是有進步 希望下一季他繼續努力 不過蒙特上半場 不是整天都成功變形做到主角 原因是車路士上半場 並不是可以長時間控球在腳 所以他就不夠變形的機會 不過去到下半場多了變形機會 他就有些時間在中路出現到 至於說到守門員的位置 上半場有一下 對方是明曼明曼斬入禁區 就很貼門 這個卡巴巴樓就處理到 一手打出來 那機拍這下又能夠處理到呢 機拍的弱點 即是他初初加入車路士的時候 我所說過的一個不夠手力 那這下他可能都有機會不夠手力的問題 機拍其實是有點像出來踢球員 有點像那些邊線球員 身形太過單薄 那守門員太過大隻 可能會影響跳躍能力 但是手部的肌肉不夠 就真的很難去阻擋著一些勁度十足的射門 或者一些兩邊的環出球 他需要一些對抗性或者手力去打走球 那這些都是機拍的弱點來的 那機拍在英超是第二季的了 他的進步就不明顯的 那加上他那個轉會費就很高下 那所以當然明白一些球迷會對他欠缺耐性的 那我一直都是選擇給時間他的原因 是車路士未必再有金錢去找手門員的了 如果你說要放走他的話 其實蝕很多的 所以我始終都希望他會進步 那首先練一下 就是兩隻手的臂力 muscle 肌肉先 那等到車路士可以留一點錢去找防守球員 好了,講完下半場 狼隊半場的時候 是作出了一個挺合理的調動 那就是用更加大隻 更加高速的阿當馬 進來取代尼圖打右邊 去針對馬高斯亞浪數 那當然呢 是有時針對倒下的 那這個都沒辦法的 但是哦 車路士下半場的應對方法就很聰明哦 是用控球載腳的方法來浪費時間 而不是收縮防守區域去比 狼隊放大他們的防守問題 那球員呢 也都能夠執行到這個穩定的控球載腳工作 所以呢 就是可以看得到 車路士這方面的底運 是比隔離場的曼聯為高的 那李斯一誠在隔離場的下半場攻 那曼聯就沒辦法了 控制不到大局的 控制不到皮球的話 要收縮回頭 反而車路士就不用收縮的 可以很穩定控制皮球控制大局 那跟這個意大利的五號仔 佐真路領導能力有莫大關係的 那球隊呢 控球在腳變成433 或者4231 就適合佐真路去發揮的 控制節奏、派牌全部做得好 所以車路士下半場呢 是沒事的 可以用控球去取代防守 也都解決了 就是他們的體能不夠對方好的問題 一箭雙雕 不錯喔 林伯特 那贏到球呢 就不需要你曼聯那邊的賽果了 車路士會拿到前四 可以參加下一季的歐聯 最終他是拿到第四位的 那本來呢 我沒有遇過車路士今季可以拿到英超的第四 因為未開季的時候呢 是請了一個欠缺經驗的教練 而且今季需要打歐聯又打英超 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前幾場的英超呢 的確看到林伯特是有經驗上面的問題 那但是他勝在怎樣呢 他勝在有一個是很多老牌教練都沒有的能力 就是反省能力 也就是說他應該是很努力去看 看一些球去研究自己做過些什麼錯事 而且你之後下一場就立刻看到他是很針對性 很明顯的樣子去嘗試改善那個問題 我近年這麼密集去看球 都是沒有見過這樣的教練 要不就是那些老牌教練一向都沒有什麼問題 一路走下去安插落題那些他沒事的 他不會犯大問題的 又或者有些老牌教練就顧布自封不會變 一定是這樣下去的 但是林伯特就不是的 錯了立刻改 錯了立刻改 改一下改一下呢 貴宗的車路士打得不錯了 車路士就是靠貴宗一段好的成績 去拉上補下補回季初 以及季尾這兩段成績沒有那麼好的時期 所以IQ150的林伯特 絕對就是我猜錯車路士今季的英超排名的最大因素 好了 現在大家沒有猜錯了 由輪到點擊廣告播廣告的時間 記得要彈一些廣告的視像出來 播出有聲音廣告片 不要喵條聲 這樣才可以在7月份比較低迷的收入當中 提升一些收入 多謝你了 記得訂閱按鈴鐺 不要裝檔廣告程式 今次的Patreon片尾彩蛋部分 會回憶我對於林伯特今季我對於他的感受 以及說一下他值多少分 以及下一季的展望 Patreon那邊 就是有片尾彩蛋的會員制度 也有不同其他的制度 例如是 微觀昇華同步或者專屬直播 Youtube那邊就可以參與專屬直播 Patreon那邊也會有學生優惠 多謝你了 拜拜